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回到阿N与阿N频道 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曾刚的演艺人生 今天就会和大家分享她的个人生活 一些婚姻生活和她的生活日事 曾刚曾经结过三次婚 她的第一任妻子就是来自马来西亚奔城的马戏团团园 蓝蒂,蓝蒂的名字叫做张来蒂 两个人结源于这个秦剑执道的电影《大马戏团》 这部电影邀请蓝蒂来香港参演 于是乎两个人在电影中相识 慢慢谈恋爱 并且在1969年成婚 但是很可惜了 相隔十年后 在1979年 两个人离婚了 离婚后 他们的长子曾世元 就跟随南蒂生活 并且去了加拿大温哥华定居 其后曾刚在1980年 就迎娶了这个知名的毛德尔 另外也是电台的DJ 和专栏作家邓巩碧 但是这段婚姻也只是维持到1990年结束 在这段婚姻里面 他们就生了个女儿 这个女儿就是阿曾慕雪 她不救之后 又认识了当时守寡的台湾女演员 阿焦皎 在1994年 在新加坡结婚 结成夫妇 直至到她去世为止 在艺术方面 曾刚曾经在西班牙 定居过两三年 原来她又去过西班牙住了两三年 而且还在当地学习画画 接着就讲一下曾刚的一些日事 曾刚曾经接受过她母校 九龙华人书院的校刊 华辉接受访问 在访问里面 她就认为中国人 就不会掌握一个正确的思考方法 往往只是着重记忆和背重 分极能力比较弱 以至管理层的职位 往往都是由洋人出任 再者她又认为中国人做事 每每都太过主观 她的角度太过狭窄 不懂得也不肯了解其他人 接受其他人的意见 和跟别人合作 她认为学生读书 不应该只懂得将书本的知识 死记和硬背 而是应该将所学到的东西融会贯通 而且也应该多些接触 不同阶层和不同类型的人物 从而刺激她的思维 和尝试解决问题 不断地求进步 至于香港的演艺 曾光认为其中一个主要问题 出于观众的一方面 她认为香港的观众 普遍缺乏对影视作品的 艺术的监赏能力 和艺术的意识 既不懂得如何欣赏 一位演员的演技 和戏剧的表现 也对剧本毫无要求 就此 曾光归咎于香港的物质生活 就太过充裕了 香港人普遍来说 只是沉溺在物质和感官的享乐 从而忽略了精神的生活 一些有意义 有内涵的戏剧作品 也因而遭受到市场淘汰 在2015年 曾光归咎曾经和谢言 胡锋和Joe Junior 一起参与主持一个 无线电视的旅游节目 这节目的名称是四个小生去旅行 这是一个旅游节目 其后在节目的记者会里面 接受传媒访问期间 谢言突然指曾光在拍摄节目的期间 全程都需要用拐掌来帮忙坐行 而到了拍摄的第四天 这件事件更加因为骑越野车 发生意外 导致流鼻血 达到四小时 并且需要即时入院 随后曾光需要坐轮椅 来完成拍摄的工作 这件事件更加在记者会上 当众袭击曾光 并且掌刮 向前劝阻的胡锋 而然而去到2018年 谢言和曾光两个人 证实襲击这件事件 纯粹是无线电视 负责自编、自导、自演的宣传伎俩 他们两个人都强调彼此是多年的好友 而且还经常商约聚餐 所谓打人骂人的事 其实纯粹是搞作 是博宣传的 由1976年到2017年 即是曾光四十二岁到七十五岁 曾光一直是美元发彩的广告代言人 所以即使她的头发早已变得蒼蒼白白 都是因为该产品而需要掩黑头发 因为她代理这个产品的代言人 没有理由你代理这个广告是掩黑头发的 但你整头都白发 可能是跟这个广告的合约条款有关 所以她一直都一定要掩黑头发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曾光的演艺人生 分享到这里,暂时结束了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请大家留言,点赞,分享 亦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的阿N和阿Lang频道 下条片继续和大家分享曾光的演艺人生 拜拜